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真心话 小总真心话 各位朋友 选举就剩这几天了 二三四五今天都够了一半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 选情会非常紧张 你走出来到各路口 尤其你如果早上出来各路口 就一堆人在那边急功周一败票 巷口也一样 因为候选人太多 九合一选举嘛 什么叫九合一 因为选九种 九种公职人员 你说会有九种吗 我要投九张票吗 没有一般人在投三张四张 当然县市首长一定是一张嘛 议员一定是一张嘛 对不对 里长或村长一定是一张嘛 那还有什么 还有乡长啊 乡民代表啊 还有一些直辖市选区长 你说直辖市七长不是都官派嘛 没有 原住民的乡是可以选的 比如说乌来 还有大家知道高雄 纳马下 茂林 桃园 桃园 桃园是高雄的一个乡 那大家可以看到 在选举 这些过程都非常激烈 那照通常来讲 因为 你选的基层的话 基层因为大家都有一些人情中亲嘛 大家看昨天我专访的高阳凯啊 他是台北市文山的中亲 他说向我们出来选压力很大 我们将来当选做不好 那不是左邻右舍骂你 而中亲 他想说你们家怎么出这样小孩 大家压力都很大 所以他打了号召就是他宰的阴啊 我就在地的 那当然了 嫌疾你要想方设法跟别人不同 才会吸引不同的票 那这次前期我刚刚讲 哇跟路口勾向可 这么激烈 那其实喔 像我们 周遭观察的 或者认识很多 所谓的名嘴 什么 或者一些名义代表 大家讲说 其实今天险情相对人 为什么他们认为相对人 最重大的原因是 蔡英文不希望反对者出来投票 设了非常多的门槛 为什么会有这种门槛呢 啊你反对者出来投票我就输了 台湾险举这么多年喔 我跟各位朋友报告 台湾险举 他喔 这么多年来大概蓝利喔 各自都绷得很紧 都有自己的基本盘 那影响险举的最主要是什么 影响险举最主要 大家讲中间选民 还有年轻人 中间选民不容易定义 其实中间选民喔 他都有个 有一点点政党倾向 你到街头去访问 大家都说 我是中间选民 其实他们有政党倾向 那有时候你在做民调 大家知道我过去 对民调很有研究啊 人家讲说小董你好 好小你有民调研究 因为我过去被人家告啊 我说他民调是作假啊 那他们就去告 官司我当然打赢了 那我打赢我为什么那么有把握 因为我知道什么叫做民调 你那民调就有问题 那当然在法庭辩论了很多年啊 那一审二审三审都是我赢啊 为什么 因为我本来就在研究民调啊 我过去单任的公司 中时联合 TVPS 这次刚好是台湾做民调最健全 最老牌子的公司啊 民调负责人跟我都很要好 我常常去看他们怎么做啊 中和时报的民调啊 是前台湾媒体里面最早的 那联合报的民调 是前台湾这些媒体民调里面最大的 他有六十几个人啊 他不是在联合报那里 他在捷印大案站那里 那TVPS民调啊 TVPS的负责人啊 他当然跟我是很要好 后来我 我还传他到法庭 告诉法官什么叫假民调 什么叫真民调 他是在大协交民调的啊 所以他他说 他你讲没有错啊 他们是假民调啊 然后他到法庭更妙 他跟法官讲 他说我在大协交民调 他秀出他的大协 老师的证件给法官看啊 我不只是TVPS 因为TVPS跟小董 因为小董是这家公司的 人嘛 那你法官会担心说 我会不会骗他 他说完全不会 他说我也是在大协交书的 秀出他的 所以他很贴心啊 我都没想到 那法官就 那这个东西是在大协课堂上 那是真的可以信啊 那大家看哦 就是说 在这种 当然现在是不能公布民调 我也没公布 我在讲一个民调的结构 可是你可以看到哦 在选举的时候 哦 你会觉得忍 忍是忍在哪里 忍在 哪里 忍在总统不希望你投票啊 为什么不希望你投票啊 那最简单的 这 这两三个礼拜大家在讨论中选会 你到底要不要让确诊的人投票 中选会 不能投 哇 弄很多 那你要看国际 国际各国都可以投啊 对不对 那蔡英文 民进党就说 让 反对他的人不要投票 为什么 因为现在年轻人已经反对他了 年轻人过去投民党 哇七八成啊 现在大概剩两三成 我看他游行啊 年轻人就特别少 民进党的游行 那民进党很多场合 你看各地在招式 年轻人就特别少 为什么 因为看破民进党的真相 对不对 那我们哦 大家看这种选举哦 你就要看门道 你反对我 我不让你投票 过去哦 我讲这两三年来 总统大选 2020年 对不对 我们高铁 铁路级 怎么样就鼓动 青年人回去投票 你回去投票 大学生还怎么样 打折 记不记得 加班 给你们回去 返乡投票 那接下来的选举是什么 接下来的选举是 罢免韩国仪啊 连罢免韩国仪啊 连罢免韩国仪 都让你高铁 加班 打折 连 台中 普选 连罢免韩国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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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人民把 那时候民进党支持的 台湾激进党的 陈伯伟给罢免了 然后这个地方要补选 补选就是 袁宽恒跟民进党的林静怡嘛 那大家看到这场选战 年轻人出动 因为很多年轻人住台中 所以我们给他 高铁票打折 民进党就做这样 今年不做了 所以我们在 投票我们就设了很多关卡 确诊不能投 为什么全世界可以投 你不是要跟世界接轨吗 原来你蔡英文 你民进党讲一套说一套 没有错 民进党这个党 就是为了圣贤 他是不择手段 他不择手段 被人家抓包以后才说 哎呀怎么样怎么样 他就是个垃圾出身党啊 我每天骂他我也不怕他 因为我可以挤太多例子 可是你可以看 他们就这样干啊 所以前几天 基隆的谢国梁阵营说 为什么要投票日 投票日既然还有 还在停电 那你是在干什么 哇他们马上火热 绝对没有这回事 他的对手阵营更是出来痛骂 结果台电 台电也痛骂说没有这回事 后来只好承认了 有我们有三个地方有停电 你投票日你在停电 你要搞什么东西啊 有三处地点要停电 因为我们要施工 这真的好笑 各位朋友我提醒大家 投票日如果 你的公司你的单位 要你出来上班 要给两倍薪水 两倍Double 不是说什么一点 六点 一点 等于说 零点六 六几那种 都不要 给你 不是给你六折 是要给你 加倍 那我们可以 那我们可以看到 民进党就是做这种 龌龊的事情 他们其实很清楚 去年 不是 那个 2018年 显输了 民进党就 说怎么会输了 这么惨 国民党拿下 22个县市里面的 15个县市 加上台北市 被柯文哲拿走了 民进党 一败涂地 对不对 为什么会这样 他们通丁事动 有出一个检讨 这检讨有六七项 最重要 有几项 第一项就是讲 那时候的促转会 他们自己内部开会 所以我们促转会 就是东厂 我们一定要揉制 像 侯友余这种人 要给他揉制很多罪名 然后来打他 我们用政府的力量 来证实 他为人的不堪 过去干警察干了多少坏事 我们要用这样 哇 结果这档录音出来以后 强勾大发 你这是什么政府啊 那主持会议是他的副主委张天青 张天青是个律师啊 估计还跑去金门掀击 但是 他里面讲被录音 录音也是真实的 所以 他就只好下台 促转会的主委 叫黄黄雄 他也只好下台 因为黄黄雄估计是党外大佬 然后当过立委 当过两届的监察委员 各位想想看 那 他是如何的受冲击啊 对不对 原来整个促转会 变成一个太监加工厂 那你变成太监头啊 所以人民怒火就出来了 然后第二个呢 第二个 最重大原因是一个有个小女孩叫吴殷玲 民进党 那时候 嫌疾 嫌疏很大人讲 因为韩国瑜的先锋啊 韩国瑜本来好好的干北龙总经理 民进党一直要他这个位置啊 因为那时候蔡英文已经当总统了 当总统就管了农委会嘛 劳委会跟台北市政府各出资 百分之二十四 那当然其他还有农业机构 各地农会啦 亲狗合作社大家也在出资 但是一项来讲由政府在主导 简单讲董事长跟总经理 一个由台北市政府派 一个由中央派 那董事长 董事长是谁 是柯文哲派啊 但是因为过去柯文哲跟民进党麻烦 所以总经理 也是 过去的总经理 韩国瑜 那民进党要这个位置啊 就每天找议员修理他 要他这个位置是民进党的新潮流 是段尼康的助理姓蒋啊 这人过去也短暂时间干过记者啊 那大家可以看 所以我就修理你 修理你 那让你看不下去 你干不下去 你就自己辞职了 对不对 所以每天修理他 那有一天喔 我们知道台北市议会 有六个主要的委员会 有个委员会当然叫裁建 裁建就管禅发级 就是过去叫建设级 就要北农总经理也来做报 他们平常是不用执行的 但特别要求他们就要来 所以议员就要求他来 那三番两次要他 要求他来 有一次他要请假 不给他请 请假还可以不准啊 不准你啊 哪有时候 你要请假可以啊 民进党的议员 跟他讲你要请假可以 除非你今天请的是上假 各位 我为什么每天骂民进党 是个畜生党 因为没有人性啊 没有人性啊 那当然后来 后来最有名的一个执行 就是王世坚 大战韩国瑜 韩国瑜消遣他 问世坚情势何物啊 对不对 大家看了很开心 那几百万能看啊 那个因为有直播嘛 但是各位朋友你想想看 为什么要这个位置 民进党本来就是在 泪夺各种位置 后来呢 后来又被拆穿了 原来是新潮流 小段段一康的助理 要干这个位置 他们也不好意思干了 后来就找一个叫 吴英宁的小女孩 没有经验 年薪两百多万 因为他爸爸 号称 诗人啊 仲田的诗人 他其实是一个国中老师啊 仲田 就是吴盛 我们也有人读作吴臣 一个太阳的日 下面一个成功的臣 他总统府执政 总统府执政的女儿 派来做北隆总经理 所以大家每天讨论 这个小女孩 高级实习生懂什么 那这个一弄出来的话 他又用 他们北隆的钱 然后 送一些 当做礼物 送给一些人 然后什么都被揭花 譬如说买一些 买一些东西去送人 怎么样 这东西被揭花以后 都对年轻人来讲 杀伤力就很大 原来有特钱嘛 年轻人 你是 钱贵之后你就有特钱 你就有好的工作 那我们年轻人算什么 对不对 所以 那时候把民进党在太阳花 抢来的年轻选票 就 就等于说丢掉了 所以那场选战 媒体的标题叫做 抢了菜摊 输了江山 很传神 抢韩国裔的菜摊 丢掉蔡英文的江山 这样 那 后来呢 后来民党又拿回年轻了 是怎么样 因为返送中 那返送中 老实讲就是 欧美那些帝国主义国家在那边煽动 从一发生的时候 我就拆穿里面所有的阴谋跟把戏 今天返送中 从2019年到现在三年多 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讲对 我讲哪个东西是假的 哪个东西是怎么样 今天都证实是小董才讲对 今天全世界以纽约时报这些 美国CNN什么 这些媒体都在作假 通通被我 被我现场就讲 现在都证实了 这些媒体 每天都自称 哇这都有前卫都怎么样 我告诉你 一个媒体要有前卫 第一个你要真实 你要假的话就不叫前卫 作假才是前卫 对不对 我讲你们就作假 一件一件作假 我当年我就拆穿了 现在已经证实了 现在有东西 我们讲新闻有时候 你现场要拆穿不容易 柯文哲讲联盛文在他竞典总部 装窃听器 假的啊 可是 可是很多人就很气啊 自由时报投款头 哇台湾水门啊 假的啊 你们报假新闻 还撑什么大媒体 对不对 我不是大媒体 但是我报新闻是真 我比你们有价值 有骨气 有肩膀 你们没有啊 你们都在为政党服务啊 我讲东西 就是媒体是可以有立场的 媒体可以有全世界都一样 但是你的原则就是要报真实啊 现在他们敢讲吗 他们敢承认他的错误出来道歉吗 没有 所以反送中 他们做很多假新闻 然后哇 这些人都可怜 那些人都可怜 假的啊 那有些东西 我说他们在香港烧杀乳类 谁敢讲我讲的都错了 你不同意他 他在你身上浇气油点火 台湾有人报道嘛 我有名有姓啊 受害人叫什么名字 去浇气油的 那一对夫妻叫什么名字 我通通有啊 他们用砖头把 没有挺他们 和我砸死 和我砸死 砸脑袋啊 烧杀乳类 大家看那时候香港地铁 天天被放火 现在全世界还有一堆人在挺这个 不要脸啊 对不对 你到美国了 纽约地铁跟他放火看看 哇香港放火 这些美国媒体说好啊 英国说好啊 你们这些畜生下山烂 不要脸的国家 会好吗 这个不是 这个是影响整个公共 人的生命耶 但只要死的是中国人 他们不在乎啊 是香港人他们不在乎啊 美国喔 一眼放弃都是畜生 英国欧盟这些国家 就是一群垃圾 这个你要任何抗争 不能用生命 生命是最尊贵最伟大 我们所有 法力 所有是非 我们是以生命来做讨论的 对不对 今天去伤害无辜的人 你们说这是很正切的 这什么 怎么畜生行为啊 那我的评论 不止那个权威啊 而且我讲了 现在统统证实我是对的 包括什么独眼女孩 独眼女孩被我拆穿 很多朋友 还从海外来问我 说你怎么知道 那个是假的 我说因为那个人很逍遥 现在在台湾很开心啊 纽约十八头版头真好笑 所以有个人被警察的布袋蛋打下眼睛 好好笑 对不对 各位我 我 因为我要广收很多资料 很多朋友 我们就大家互相问 然后 以我的新闻判断力 我可以讲出真的东西 那今天喔 民进党也知道 所以民进党要想方设法 让你不要出来投票 年轻人为什么 因为苏贞昌的女儿 三年之内可以标四千多万 政府的工程 请问你 年轻人你们做得到吗 你们没有啊 对不对 陈时中的儿子可以标到 高雄市政府文化级的议算 你们做得到吗 民进党这些钱贵的子女 他们想说陈时中稳赢啊 所以他们的子女纷纷的到 陈时中敬兰总部去帮忙嘛 挂个名子 将来 哇 陈时中拿回台北 帮蔡英文 争回面子 大家都有功嘛 所以呢 司法院长的女儿 习国勇 内政部长的女儿 对不对 法务部 次长 政务次长 蔡碧仲的女儿 还有一堆人啊 大家都来这里啊 然后将来陈时中打仗 哇我们有战功 各位 你们一般年轻人有吗 没有 所以民进党这个党就是二类 他们想说 反正可以分 大家来分江山嘛 你们有本事嘛 陈明文的女儿叫陈思莹 帮蔡英文选总统 就出了一本书说 我的老板是总统 现在在桃园 当青年级的局长 你有出身了嘛 就这样 马上回来 欢迎小董真心话 选举显得越来越激烈啊 那 大家看小董这两天在讲 我跟黄珊珊 他们那个 礼拜天敬贤 乙美人 我昨天讲 乙美人跟我十多年的朋友啊 在现场 帮黄珊珊站台 要大家票投黄珊珊 中山大同期票投 王世坚啊 各位朋友 他是台湾民众党的场子啊 民众党 人家提名林真宜 你要大家票投黄珊珊 林真宜的爸爸林郭成 跟我是很熟的朋友 林郭成的哥哥跟我小董 是非常好 要好 那我讲 以美人背后站的就是林真宜啊 有时候你看选举就选成这样 那大家讲 哇 王世坚 都很袒露黄珊珊啊 我在节目上也讲过 我说那 客套话啦 说我欠黄珊珊一个情 构成是怎么样 柯文哲当 台北市长的时候 因为大鸡蛋的争议 王世坚 就找其他议员联署 当然民进党一定会联署嘛 所以要把大鸡蛋给拆了 那黄珊珊帮她联署 她说我欠黄珊珊一个情啊 好好笑啊 黄珊珊当副市长的时候 为什么不把大鸡蛋拆掉 就 随手牵一下啊 反正我是议员牵了 我也不用负责任了 好 你当议员牵了不用负责任 你当副市长 你为什么不按照你议员那时候的要求 这是你的诉求啊 你才会牵制嘛 那你黄珊珊主张大鸡蛋要拆除 为什么你当副市长不拆除 所以讲一套说一套啊 各位我讲真实不很真实 就这样啊 所以我说 有时候你看很多险级就腐烂嘛 黄珊珊的竞贤总干事 是时代力量第五名的宅本桥 他也有人叫他宅神啊 当然现在比较没有名气了 就是过去电子 电子科技的那个嘛 大家比较 比较喜欢的行业嘛 年轻人喜欢的行业 他的时代力量排名第五部分期立委 胜利台独分子 黄国昌是时代力量的主席耶 当过主席耶 对不对 黄国昌也来帮他站台好好笑喔 那你每天 每天是要打破蓝力 其实是要从蓝营抢选票嘛 你怎么会是蓝营 你周遭的人都是胜利 比民进党还台独的人耶 如果我小总出来讲 我敢讲啊 我出来选 台独的票我不要 因为我是强烈反台独的啊 我其他都好讲 我认为台独对台湾 金嘛 货害非常大 对不对 对我们让自己变得很危险嘛 没有必要 而且你做不到 你做不到 又要每天用来这个去挑衅 所以我是反对台独啊 因为没必要嘛 如果台独做得到 蔡英文为什么不做 她在立法院够办 她在立法院只要修法 公民投票法 里面内入台独可以来公投 我们只要把台独公投 放在选举里面 跟总统大选放在一块 公投绑大选大家来决定要不要 很简单嘛 她不敢啊 有人主张哦 民进党赶快把它撤掉哦 民进党里面有人主张说 干脆把台独把 国民党说好 欢迎你 他们吓坏了自己赶快撤掉啊 所以民党讲台独 嘴巴讲讲啊 自己执政不敢做 跟黄珊珊有什么两样 黄珊主张拆除大鸡蛋 她签字嘛 那她也不敢做啊 所以我要讲 你要看很多政治人物 要从这些来看 就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有你的理念嘛 不是嘴巴信口开合 当民意代表一回事 执政又一回事 那就叫做看破手脚 那黄世坚呢 黄世坚因为 有人把他捡约为 要票头黄珊珊 所以他被支持者骂翻了 所以你是民进党提名啊 这个过程 但我今天当然重点不是要讲这个 我要告诉各位朋友 选举选到这么激烈的话 那包括黄越衰啊 黄越衰是现在的国策顾问 他以前也常跟我上电视来 他出来骂 说你看民进党现在真是没人性 人家黄世坚是什么挺黄珊珊 那结果还被出草 你们大家出征他 你们民进党这样显到没有人性 这些人嘴巴都在讲 我告诉他 他们都是胜利的 黄越衰跟我说 但他是非常胜利的 宜美人也是非常胜利的 他们显然 都比较 站在黄珊珊这边 黄珊珊为什么胜利的人都挺他 因为他本身就是利的 他说我打破蓝利 你过去选举都是靠蓝赢当选 选完以后 你都投利的 议长副议长什么都投利的 在政策上再怎么样 都是投利的 大家都很清楚 要不然你去台北市议会看公报就知道了 或者你自己去Google 搜寻就知道了 他就是怎么样 他很多人都气得压压 我投你 因为很多投他是内湖南港的老兵 或建村的第二代 他说这是我们自己人 黄珊珊也是建村出生 建村出生又怎么样 阿扁还是三级贫户出生 阿扁A钱A到满坑满谷 家里现差 现金放不下 要台大 要国泰司法 提供给他一个房间 他放现金 里面现金收来的黑钱有八亿多 臣至终那时候在追女朋友 就带着黄瑞镜 所以我们家有很多现金 带他去看两次 然后进去 黄瑞镜一看 整个房间都是现金 都是现钞一捆一跌的 不得了阿 是啊 是啊 后来被邱玉爆了 赶快找地方 找到炎大马家 用来藏画的 藏赵无极画的那一间 房间 画又刮在墙壁 或者靠在墙角 所以那个画就沾满了铜臭器 黑钱阿 各位 这就整个过程 所以你看起来 民进党 不拖阿扁时代的风格 只要执政就想办法捞钱 就这样 执政 从政府里面捞 因为政府的钱变成是他在管嘛 谁执政 谁当总统 县市首长 钱就你再管 你要怎么样用就怎么样 那这个你看起来就非常恐怖了 所以你看嫌疾 为什么 黄艾衰讲说 嫌疾 嫌到没有人性 没有人性是 民进党没什么人性 哪有什么人性 那王世坚呢 王世坚当然 他很会表演 很会表演 我都可以讲 哎呀我 心里是支持黄山山后的 用一些语言 那媒体当然很喜欢用这个 这是他的本事 但是我跟各位朋友讲 嫌疾你要嫌怎么样的人 你嫌错人 啊他们在干嘛 过去阿扁也是他们嫌 这次大游秀 迷囊很多人说 哎呀我们看破了柯文哲 你们2014年挺柯文哲 可挺到什么地步 就是你们这些人啊 我看他 哇什么张艺善啊 什么 哇我们都看破柯文哲 现在大家都出来都知道了 哦一定要 哎你在柯文哲那里领高薪 领那么多年 后来怎么离开 因为你带柯文哲的爱将去上宾馆啊 被拍到啦 哎你是有妇之妇耶 人家是皇后大贵妮耶 各位那怎么好一事嘛 对不对每个一领十几万薪水 我老实 我有时候看这些我 看了不土不快 啊因为有些人我是 认识熟识的 但是 柯文哲本来就是一个 他不是个坏人啊 他这个毫无能力 喜欢讲大话 啊 眼高手低 他没有执行能力的本事 他每次说我要有执行力 你最没有执行力 我从洗水的时代 跑台北市 柯文哲市里面做的最烂 他我还是讲他不是坏人 可是 你就没有执行力 你就浪费大家的时间嘛 那时候民进党把他讲的多好啊 各位听我讲过一个故事啊 我有一天 跟柯文哲一个人上节目啊 然后 他们都在讲柯文哲 他也拼命骂 骂完以后我们两个要 等于说 节目结束要走 要进入电梯 我说你刚骂的就是 就是2014年我在骂柯文哲 你讲的都是跟我当初讲的一模一样 我说可是我们最大不同在哪里 在于2014年我们同台的时候 你都一直替柯文哲辩论说 他节目怎么样怎么样 把他讲的都好 然后四年后你讲他都不好 你用的是我四年前的语言啊 那四年前你是跟我在辩论 要打倒我啊 对不对 他苦笑啊 我说我早就看穿了 我们在台湾 其实一个做评论的人 你有没有本事 你要有很多业力 而且你要有一些经验 然后也要洞察一些人性 那你看到民进党这种腐烂的党 有时候你看了恶心在哪里 就他们讲书你 他们还要拼命去转还 民进党这个党 执政就是为了捞钱 民党长期执政过两次啊 阿扁八年 蔡英文现在六年多了 他这个本事从来没有 他这种本事从来都是这样干 后来被你抓到他说 哎呀过去国民党也在A或怎么样 对不对他开始这样 过去国民党 当然A的人去坐牢啊 那国民党过去的那些人 蒋介石有A吗 蒋经国有A钱吗 没有啊 你看到孙毅賢 你会觉得他A钱吗 你看到李狗鼎 习博言 对不对 大家来救世论事来讲啊 民进党那种黑 已经到了匪夷所持 认为不撈白不撈 民进党就是这样的垃圾党 大家看清楚了 马上回来 黄小董真心话 民进党碰到选举 他那种 国家机器动言 那是不用讲的 司法机器 对不对 各位你看 用司法 现在 高宏安被人家讲 马上办 列为他之案开始办 一堆啊 那民进党一堆案子 有办吗 没有啊 很多人去剪辑 我几个大家最熟悉的例子 周一寇那时候讲张淑坚 被张淑坚告 并不是政党那个 可是周一寇是为了选举 为了打蒋万安嘛 所以去讲他爸爸跟 张淑坚 怎么样 那是9月啊 各位朋友 现在11月了 为什么没有办 为什么没有传 因为你现在再让周一寇 抛头肉片 在媒体面前 说他为这个案子去 对民进党是不是有个杀伤力 是 所以法官 檢察官就很机灵 司法就很机灵 是不是 你看到是不是这样 我们司法机器就这样啊 我再举个大家更熟知的例子 两年多前 韩国瑜在选总统 黄国昌出来爆料 韩国瑜的业户叫李日贵啊 日就是太阳的日 富贵的贵 各位朋友可以上网 过去乘租 西楼那里一块地 他们呢 怎么样呢 把一些废弃物都埋在那里 很可恶啊 哇 那这个 就好像现在在讲中东景嘛 但我 中东景也没有我不知道 他们 国有财产集就开始去开挖 用民党执政嘛 这个如果挖到的话 韩国瑜一枪毙命 你业户做这种 破坏台湾山林土地的事情 太可恶了 把废弃物 埋在租来的 跟狗产署租来的地上 还得了 对不对 那 就开始开挖了 他租的土地有多少你知道吗 四万多平方公尺 然后呢 他们就 找十个点 找三十八个点 这三十八个点 就照这个四万多来平均 大概每十公尺左右 就是挖一个大洞 那只要有个洞有 那你就完蛋了 有个洞有你就完蛋了 那这结果去挖呢 三十八个洞通通没有 表示这块土地 没有 挖灰漆屋去买 那鼻子摸摸摸不讲话 国产署配合 国产署 过去叫狗有财产 你现在叫狗有财产署 那你 你配合 民进党的动作去 那民进党 大家都看老戏 然后呢那些争论节目 哎呀 就是有啊怎么样 想说随便 这三十八个洞 挖出哪一个洞 里面有点灰漆屋 譬如说建筑工地的灰漆屋 或者那种医疗器材的灰漆屋 那是不得了 污染土地 对不对 什么都没有 土地干干净净 各位 鼻子摸摸就走了 你知道桃园有一个议员 这议员非常 非常有意思 他就 认为 桃园那里有土地的重化区啊 你那个工程喔 有问题 你跟厂商绝对有问题 因为你那个招标 做利青怎么样 你铺的那个布面 那个厚度不足啊 他就自己去开花 后来 开花一堆 发现真的都不足 那各位朋友可以上网喔 这个人叫 戴造华 戴帽子的戴喔 造了一造两造的造 中华的华 那他真的去开花 结果台湾市政府 恼羞成怒说 你没有获得我们政府准许是不准开花 破坏土地 我们要华你 你现在被人家挖到这个 这个会被控什么罪名 官商勾结 看厌不实 因为你要验收嘛 那你怎么会同意厂商验收呢 那这个土地 这个马路 或者重发期 你铺的那个厚度不足 当然 将来就经不起 下个大以后怎么样 对不对 那到时候要重盖 不是浪费老百姓的钱吗 那厂商钱已经拿走了 各位你知道台湾的公共品质就是这样 所以有时候你看的非常难够 说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政府到底怎么了 我几个简单的例子 你知道 我们国科会 就是说我们做海洋的研究 他弄了一艘船 这艘船让 过去的中船现在改名台船 台船来做的 这一艘船叫做海沿一号 海洋研究一号研究 海沿一号 我们 这艘船很有意思 我们在我们自己的领海 然后被日本欺赶 日本把我们欺赶 把我们船欺赶 我们政府不敢吭声 蔡英文和民进党看到 日本人就像狗一样 主人斗个脚就赶快滚蛋了 嘿 走开 我就滚蛋了 如果今天我们是被中国大陆的船家 哇 钱民很生气 怎么可以这样 哇 怎么可以来挑衅 那你不是在天天在骂中国大陆 飞机怎么样怎么样 到你的航空四北期吗 我们的航空四北期划到哪里 中华民国的航空四北期划到哪里 我们跟人家划到杭州啊 划到江西的九江啊 都是我们的航空四北期 那他的飞机一起飞 就进入你的航空四北期 航空四北期 国际没有这种算法的啦 你自己在画的啦 对不对 航空四北期 那我们金门的飞机 你如果一起飞 不是进入他的航空四北期吗 如果照邏輯啊 是不是 所以我们自己在唬烂 可是我要讲海盐这个最好笑 海盐被人家这样赶 我们政府一句话都不敢讲啊 因为他是日本人 日本人可以随便罗令台湾人 以起以求 因为台湾本来就是他殖民地 国际在台湾烧杀乳类强暴 是啊 就这样 现在依旧是这个心态吗 可是这海盐 他是七年 七月下水啊 他前几天 最好笑他在菲律宾外海 失气动力 失气动力 这个船喔 有2200 吨 造价6亿多 然后 国客会交给台大使用 周天在立法院执行最好笑啊 立委就问说 你这个船失气动力什么原因 不知道 啊这船不是刚盖了吗 是 失气动力还潜邪 各位朋友你可以上网查一下海盐医药 那个潜邪喔 有画面的 那东西就飘过来飘过去 等于说你那重心不稳 一回东一回西 啊怎么一艘新的船会这样 最好笑的是 给台大使用 昨天在执行 立委说 那你们 喔 你们这艘船 后来去抢救是谁通报的 各位 说是 海行署通报我们 那船不是交给台大 台大为什么不通报 因为船上人打给啊 台大的联络室 打了半天没有人接电话 啊台大 每天在吹牛啦 没有人接电话 最后没办法 因为船已经失气动力 船又摆得这么厉害 45度倾斜外一边怎么办 等一下淹下去淹死人怎么办 只好 乖乖打给海行署 海行署就把他偷掉回来 在菲律宾的外海 各位朋友 我们这些每天在浪费工厂 蔡英文去剪彩 然后嘴巴讲那么漂亮 啊讲到最后呢 讲到最后一样样的穿帮 我们都在浪费 可是这种新闻没有人注意啊 对不对 什么叫垃圾政党 畜生党 不做事嘛 谢谢收听